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地球HappyGo 我是单元主持人小凤姐 在今天地球HappyGo关心地球的议题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了 这是美国阿刚国家实验室研究工程师 更是美国爱迪生电厂高级工程师 目前在一手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担任教授的王小刚 再度来到现场 王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在分析研究当中 也让小凤可以说是对于核能完全是门外汉的 今天也约略的知道了 因为你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告诉我们了 事实上核能电厂它的安全性 今天的节目当中 教授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告诉我们 美国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精密的方式 而我们现在也的确是用了自动化的每一个核能电厂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安全装置 大家又在反问了 好新建这个核能电厂 可是这个废料又怎么办呢 离我家远一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核废料如何处理 这个那我就要先问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主持人你今天怎么来这个电台的 开车 您开车是吧 那你开车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在离开家之前 有没有先拿一个很大的塑胶袋 绑在你的汽车的排气孔 然后回到家之后把这个很大的这个塑胶袋 再把它想办法 把它过滤 然后把它减容 再把它变得小小的固化 然后再跟水泥 把它混在一起 再把它放到钢筒里面 再埋到你们家那个院子 后面很深的地方埋起来 请问你做到这点没有 那是当然没有 那你就在放废料了 好我就在放废料 那我相信我们全部的人都在放废料 我现在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 核废料就是任何我们使用核能 或任何的能源都会产生的一些 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当初并不是在做发展能源的核能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而是就像第一集讲的莱特兄弟 他在发明飞机的时候 他的备用 他的备用可能只是降落伞吧 对 可是后来可能有更多的这个 随着时间的演进 随着科技的演进 同样的 我们核废料 我们也是用这种观念 但是基本观念就是先把核废料 我们想分为低核废料跟高阶核废料 低阶的比较简单 像医院产生的 像研究室产生的 或者是核能电厂里面穿过的衣服 有照射过的东西 这些东西比较简单 你把它不管用各种方法 把它减容 然后放在水泥桶子里面 然后存 我们以前是存在兰婴 这个对于外界的影响都非常小 比较人家诟病的是 我们的用过燃料棒 这个是属于高阶的高放射线的 而常常我们听到的一句话是 一亥子孙千万年 这个千万年怎么来的 是半衰期 半衰期的意思就是 过了一万年之后 等下半衰期是一万年 过了一万年之后 放射线还有一半 所以这个永远消不掉 这个理论上是正确的 但是假设你能够把它做安全的处理 这个在科技上面 也没有说不可能达不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科学家 我们现在学核能的 很多的核子工程师 在研究怎么样安全的储存 这个核废料 几十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核子大国 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 深层的埋 在一个地质研化 就是岩石比较多的 稳固的地质里面 挖很深的坑道 深到地底下三四千公尺 然后把这个固化的 用过燃料塞进去 至少保个几百年 像美国的Yakka Mountain 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最后政治的因素 好比在内华达州 当地的人民 或者是当地的印第安族 不管是什么原因 No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在我的后院 所以即使国家 花了这么大的钱 他们最后也宣布 至少现在是放弃了 至少放弃了 可是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电力公司 以及他们不讲人民 他们讲tax payer 付钱的付税的老百姓 因为钱都是大家要出的 对 所以他们就 应该就类似于达成共识 怎么样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所以现在 大部分的美国电厂 他们把用过的燃料 就把它放在一个 非常严密的钢管里面 桶子大概一两个人高 一公尺直径的桶子里面 然后外面放个水泥 把它放在厂内旁边 那这个呢 美国的核能管制委员会呢 也给他们的 大概40多年的license 就是运转的这个执照 意思就是说 它有安全 有40年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很多的这个电厂 整个厨艺之后 是一个公园 但是呢 有一个停车场大小呢 是有这个树的几十个 像桶装的东西 那就装它的废料 那你说这是一个永久的储存呢 这不是长久之计 对 但是问题 它可以存个40年吧 40年之后 我们的科技到什么地步了 对 主持人你知道你40年前 你会知道我们今天会有手机吗 完全想象不到 对呀 所以科技就与日俱增 对 我们买时间 我们用我们的科技买 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来买我们的科技 对 我不相信40年之后 我们无法处置这些问题 所以核子工程师 对于废料的态度 是负责 当然我们的科技要与日俱增 那么这一点其实有人 我太太常常讲说 你讲到最后你变成永和 其实我不是永和 我是有时候站在一个很中立的现场 我们常说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当然我在这方面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对 我也是支持风力跟太阳能发电 这两种发电有没有废物产生 当然也有 而且我觉得像再生能源 或者是风力发电 主客观有很多的一些因素 它是没有办法 都有 对 这些都是有问题 都是有一些 都有一些问题的 我们的光电光电产业 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在制造的时候 就已经用很大量的水跟电了 它最后的费 假如说那个太阳能板坏掉的话 它是有毒的毒物 它没有放射线 对 但它是有毒的毒物 可能几千年也消不掉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人 可能对于某些的言论 哎呦放射线 这个 听了就会 我的问题是 难道人的命还有分别吗 这个人被放射线给杀死的 这个命会比 人被其他毒物 被埋害害死的 这个命要更值钱吗 也许我的话是政治不正确 但是我在学科学的 常有不免有这种感觉 教授您以一个科学的研究者来讲的话 事实上我们知道 台湾它到底是不是可以废核 刚才你也讲到了 你不是一个永和或是反核 而是真的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理论者当中 你会用一个比较持平的态度 去看这件事情 在节目最后 能不能也请王教授来告诉我们 何能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 能不能在这边来告诉我们 我想态度的话 我就用我一个从小非常仰慕的科学家的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我们科学永远来自于人性 我讲的故事是海森堡 发明这个测不准原理 以及矩阵数学的Heisenberg 当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呢 争论很多 到现在都还在争论 我是看了他一部书叫做Copenhagen之后 对这位人物非常非常的仰慕 他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的一个科学家 他很早的时候建立起他的量子力学 是量子力学的始祖之一 那么希特勒曾经叫他去主持这个原子弹的计划 他的意思态度就是为了祖国 他要做这件事 但是为了他的良心 他觉得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最后计划一直没有成功 联军打到德国的时候 把这些科学家抓起来 抓起来关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农庄里面 在农庄里面呢 装了很多汽听器 最后解密之后才发现 为什么德国没有发展出原子弹 因为那个时候海森堡在给希特勒的报告说 我们要制造的原子弹的话 需要一个最低的灵界质量 critical mass 那这critical mass 经过我的计算 可能要几顿 或是几十顿 的纯U235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来提炼 这个纯量的U235 可能希特勒听到他的话了 所以就发展别的 好像U1飞弹之类的 就放弃了 当年假如说他们继续追求的话 可能这世界不一样 事实上海森堡 这么聪明的人 核子物理学家 我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 我有一题homework 就是设计一个原子弹 看需要多少的这个critical mass 那是我们硕士程度的一个题目 他居然会算错 应该的答案大概是几十公斤就好 而不是几顿几十顿 他让希特勒产生一个幻觉 哎呀我们做不到 事实上他是做得到的 他的心态 虽然说很多人在攻击 他没有这个心态 但是我以他这个故事 我宁愿相信他的心态 因为我相信人本性是善的 他欺骗了希特勒 但是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对何能一个态度 除了诚实之外 我们更要的是对人类的使命 诚实跟对人类的使命 今天在我们地球Happy Girl当中 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 美国阿刚国家实验室研究工程师 更是美国爱迪生电厂高级的工程师 目前是在一手大学 担任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的 王小刚教授 跟我们谈到了一个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以后在我们的子孙 世世代代都非常重要 核能它到底对我们 有什么样的影响 同时核废料如何的处理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谱析 我们再次的感谢王小刚教授 节目最后能不能用一句话 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不管核不核能 我们都是在这块岛上 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拜拜 身体健康 我们都在这条船上 希望每一个人身心灵 都能够平安 谢谢王教授你的祝福 谢谢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今天关心地球的议题当中 我们听到了一首大学 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的 王小刚教授 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们 什么叫做核能 核能的发电原理又是为何 而核能的安全部分 核子工程师该具备什么样的 专业知识跟伦理 相信今天他告知我们 诚实是最重要的之外 同时专业的领域当中 核能到底对我们人类 有什么样的影响跟贡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都有非常恳切的分享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在张韶涵演唱的这首 隐形的翅膀歌声当中 小凤衷心地祝福大家 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平安喜乐 我中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梦恨就必天长 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嘿快快快 今日期只要下载央广APP 回答简单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新台币万元现金 或金美礼品哦 活动详情请上央广官网查询 www.rti.org.tw 或者是Google关键字 央广行动APP 下载初体验抢达领金屏 下载央广APP 世界就在你手里